WB险胜DRG晋级总决赛 乔西成功完成自我救赎 百兽说出想转去AG的原因 哪有职业选手不想拿冠军呢 葛米尼教练说出大实话 不希望DRG这五人组就此解散 就在5月7日 KPL春季赛季后赛 迎来最后一场比赛 WB对战DRG胜者晋级总决赛 败者则是遗憾告别春季赛 最终DRG也体验了一把LGD的剧本 拿到三个赛点局的情况下 被WB连锥三局输掉比赛 乔西成功完成自我救赎 上场打狼队成突破口 这场变成了乔西 对此花楼教练也是给出了答案 花楼我知道你可能最近 团队承载的压力都非常的巨大 我想知道在前天之后 昨天你们团队做了哪些调整和努力呢 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看到今天的比赛 肯定都会有很多的疑问 为什么我们改变这么大 我当时觉得 我们有很好的队员 很好的教练组 我不想看到乔西在台下坐牢 我想 我想让他塞起来 随后 白兽在纪录片 说出想赚去AG的原因 却最终因为队友留了下来 清风想五个人一起拿冠军 阿改则是给自己半年时间 打不到就准备回家 拿不到就很难受 如果能拿到我都不会算 如果在一起打这么久 一个都能拿到 是吧 我们应该是我们 一定要在一起打最久的 你们是不是差一个机会说 最好我们没有分开 是的 我感觉我们五个 差一个冠军把 如果有一个冠军先进去 其实都很好 还是想我们五个在一起 哪一个冠军 感觉到冠军还要走多久 再走半年吧 半年打不到该回家了 我当时聊天我记得我聊的是打完去年就不打了 因为确实跟我在一届打的那些选手都走了很多了 其实KPL的淘汰率还是挺高的 只要有很强的信任上来 老人基本上就会被换 每一次比赛都输嘛 然后就差到关键点上 总是会有那么一点遗憾 遗憾太多了就 就是想放弃 最后葛迷尼教练说出大实话 不想这五个人解散 希望他们能一起拿到一个冠军 为自己的职业生涯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话 DRG每次就差一点 真的 说句实话有的时候还真 真想DRG拿一个冠军 因为真的不知道他们这支队伍能打多久 但是有一说一 还是希望他们能一直走下去 知道拿到冠军 从DRG的纪录片不难看出 这赛季有可能是这五个人最后一次一起征战 百兽想出去拿个冠军 阿改的年纪越来越大 比不上小年轻的手速跟反应 这也是个迷你教练 希望他们能一起拿个冠军的原因 只能说联盟没有选手是没有遗憾的 只是希望大家的遗憾能少一点而已 最后大家觉得DRG会重组吗